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雪玲 有嗎?阿爾?何馬仔? 上個星期,動漫電玩節,我經常都會說錯名字 香港動漫電玩節,沒錯,是一五,最多選擇 我們以前說香港漫畫節,在二千年前,九幾年的時候說香港漫畫節 再前一點是沒有動漫節的,只是輸錢,是不是? 你想這樣計算? 在說攤位之前,我也想跟主辦單位那邊的領畜那邊說說 說什麼呢? 申請,無論是傳媒採訪,類似的事情 他之前在用一些很舊式的,都是用Fax機 但問題在於,尤其是今年,他也是叫我們Fax過去 但問題在什麼呢?他的Fax機壞了 那怎麼辦呢?差不多 最後我覺得,如果他們有的,不如他們在申請表裡寫E-mail,可以傳給他 或者寄信也好 寄信也好 寄信也好 寄信比Fax機更原始 Fax機,不如飛駕船 今年固然,今年的措施也是再次推進嚴厲了 傳媒採訪就要登記這個身份證 當然,如果你做事就沒所謂,登記這個身份證就登記這個身份證 那是的,正正老老嘛 當然,今天每年都說,動漫節排隊的人多 尤其是第一天 如果大家看新聞,大家也知道 動漫的東西我們是適合鐵 不是,我們只是手是適合鐵 蛇叔的手,這些東西我們真的適合鐵 今年你說,傳媒的焦點就去了Sony的三部Mac 2 Gears Sonic的主題機 再加上首三位就會有機械手 其實我問這隻機械手有什麼用 其實應該這樣說,訪問第一位那位 口罩男 基本上,他沒有說錯任何一句話 我覺得是,低能在於是什麼 這群傳媒問,手有什麼用 等同於問,你買了一個公仔之後有什麼用 你想問,買了一隻手之後 難道你說,其實我打算拿去捐助 給雙齊人士,讓他們多隻機械手用 你想我這樣說話 這隻手你也知道就是那隻裝飾 每年你去問就說 你買了一個天魔公仔? 那有什麼用?你不會問他 你買了青花池真的有什麼用? 放在那裡,不然怎樣? 用嗎? 網上有些人批評這個受訪者 就說這個人沒有什麼禮貌 在Facebook看到很多人說這個人 就說好像據聞 有很多人都批評這個人 好像對答就覺得 他覺得很不尊重記者 所以說尊重那些東西是雙方的 你說那個人的態度是不是不太好? 我還沒覺得他去到態度不好 我覺得他是想什麼呢? 快點回去 他是想玩東西 他那一刻就想穿灰鞋 不過你說,別人是否覺得去灰鞋 是另一回事 但是他想灰鞋 你明白嗎? 我排了這麼多通宵 衝到第一部機器 當然用了 立即等於訪問 好煩啊,應變就走了 是不是這樣才行? 因為其實我老實說 你有些人排隊的 我是真的想要那件事 但是我沒有義務接受你採訪 當然這個不知道 究竟他是不是說 抓住他那時候 那些人是不是說 完全不讓他去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給你一個不好的態度 你也死而無怨 當然啦 鐵手這件事就不要說 不過你今年整個場裡面 布置跟以往來的 我覺得有少許分別 他今年的舞台也放在旁邊 其實是 變相其實你看到的是 場地似乎算是大了 但是其實今年我看上去 有一些參演商其實沒有了 反而你說大樂攤的攤位 其實是大了 那不是說 例如大家也看到很多 今年玩具攤我覺得多了 有幾樣東西我覺得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有什麼點可以看 我今年覺得電玩方面 你說手遊來計 我覺得相對來說 就沒有以前那麼厲害 反而今年就多了一些 好像家用機一樣 有少許評分秋色 因為Sony又inwork了進來 Xbox就常客 好像有Windows 10 Windows 10就算了吧 他那一刻 幸好那一刻還沒launch 不是的 他那天真的被人拿進去 怎樣啊 死了 對 另外手遊來計 反而還有一件事 有些人說 喂 為何好像不太見轉珠 我覺得他未必需要放這麼多次 尤其是你手遊那些 你不是說你長期有新品 或者是你做Social 或者其實 或者本身可能他的市場 放在另一邊 最後放在台灣那邊 其實你放不放我覺得 不是OK 不過你說 河馬哥那裡都說得對的 今年其實你說 手遊那邊其實 算是少了 不過因為這樣說 其實你看看 布置 通常手遊 過往的動漫 都是在右手邊 近Cosplay區那邊 近食物那邊 對 例如去年的神魔之塔 他就放在那邊 其中一大部分 近飲食區那邊 大部分 結果Cosplay區那邊 當然是叫虎連天 那今年沒有了之下 就變成一個勇者的盆栽 附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勇者的盆栽 那主要其實你說 手遊那些 其實都是想說 是搞一些可能 現場的比賽 現場的event 那些活動出來 那些 等一些 玩的Player 或者還未玩的Taker 感受一下那個 遊戲究竟是怎樣玩 以及那個氣氛 對呀 類似的金融環境 你有沒有留意 你們可能 玩者就上來 走天橋 你有沒有拍攝天橋 有一袋 有幾一兩袋 類似會叫你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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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我一向都有 那些 對呀 我想在每場上放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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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問你 要下載 4G的流量 當然 很多人都買了35元 飛入場 亦都想看看手遊 你說手遊之外 我覺得手遊 今年加上 家用機套 都不是佔了場外 很大部分 主要都是 Figure 尤其是你看到 Marvel系列的 一些Figure 尤其是香港現在的 玩具節 或者動漫節 我正確地說 它不是被Marvel佔據了 它是被Ironman佔據了 不要提 我當時看到Ironman 那副死人的規格 在這裏 有Q版 有正常比例 有模型版 我真的大大做的Ironman 我差不多看到10檔 10檔是大 那美曼自己的東西 應該這樣說 Ironman本身 它的規格太多的Version 還有很多的廠商 拿到製造版權 他們去做出來 其實每個都不同 當然你說 現場來說 你只說Ironman 最亮麗的當然 是Ironbuster 肥的那隻 對 那隻自動可以開到 那隻不是43年44年 好嗎 Hulkbuster 很黑 很肥的那隻 Hulkbuster 這隻其實是大部分人的亮點 你看到很多的Proof 無論有一個可以拿來拍照的公仔 或者是全模型的 自動打開裝甲的設計 其實都會是 你看到Ironman比較高 很多 你就算連秀屋都會看到Ironman的那個人 秀屋那隻 其實我覺得是 展示品中最多人去留意的那隻 因為真的有自動打開 因為我看到會放在狂三旁邊的 狂三旁邊的那個箱 你不要提 他放在旁邊的那些有多棒 應該是 那些自動畢業的Fig 只要放下去 那有些是什麼 一向都是 一向都是 秀屋一向都有 設計一向都是 沒有什麼變 你說其他的 不是很明明的 很神奇的今年 他呢 有幾隻呢 有些是今年日本最新會場限定的 小可 其實也算小可 有一些反而是舊的 因為日本那邊已經有彩色版 又出來 他放了黑白色出來 微塞色版 那你放最新還是最舊呢 那不重要的 不過你說兒童不移 那樣東西 其實他也沒有說露了 只是說 他拔了些東西 我覺得尺度來說 我也能接受到 我覺得這個位置 沒有什麼問題 明白的 不明白的 就當是普通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說回一個禮拜前的玩具節 其實當日 也有廠商 真的有露點的 我想是露點的 但他就用膠紙包住 即是用什麼叫 keep out 那些膠紙包住 反而今次就沒有這件事 反而這件事 尺度 我覺得也沒有這麼厲害 但是你說 說真的 今年我也覺得 Iron Man太多了 應該這樣說 這一類型的玩具精 其實現在在香港 是充激著Iron Man的 其實這個 你當作是什麼 始終叫做什麼 一個角色 他太多的版本 他可以去變 其他人 都沒有那麼多的版本 其實你看到的 Marvel其他的藝人 都只是一套甲 和一兩隻一甲 但是你說 其實除了你說 Marvel系列之外 我覺得最值得留意的 今年就是千隻鏈 如果有玩開Figure 大家都知道 千隻鏈的Figure 其實那個的可動性 和那個仔細度 那個CP值是很高的 這個會是今年的其中一個項目 當然你說 他都迎合 本身說 一入場 你看到現在是兩個趨勢 除了你說 歐美的Super Hero 其實你看到其他的機械人 除了高達 高達就一定 一直都是主流 但是這樣說 說起來說 高達模型大賽方面 我看見就好像 今年人流 就沒有那麼厲害 或者這樣說 其實他是一個常態 他是一個常態的活動 其實你不會指望他太多的人 今天你說 無論買模型那些 其實我覺得 你全部都很normal standard 你跟著 Lego那些又是 Lego 鬼鬼殺那麼多人 都有人排 那些 你明白 去親 去買的一定是定量的 基本上 但是有趣的一件事 有一些常規的東西 我覺得 是開始 那些人是成為了 入去動漫節裏面 我聽得最多的一句說話 其實我進去 其實是去女僕書房 數個書 蛤 居然 女僕書房 其實很早有女僕書房 大家是不太在意 他經常看女僕 他經常拿圍繞圍 他經常拿圍繞圍 女僕書房 其實女僕不是重點 書房裏面 有很多舊的書 其實可以一整路買 其實很多人 現在進去 可能是想收回一些 舊的漫畫 其實我看越來越多 因為 尤其是你知道 香港漫畫店 其實越來越少 撿了很多間 其實你說 買舊書的 我想看一些作品 買小件少 有很多都 其實你如果在女僕書房 當然 你說 香港人 就經常都很難排 但我又不知道他排什麼 很多時候 女僕書房 反而 亦都叫做 動漫節離計 其實應該有漫畫 但有時候很可惜 為什麼 除了女僕書房 還有其他 好似漫畫店 的出版商 很多時候 都是賣精品 感覺上 好像覺得 我覺得 這件事其實很合乎 情理 你輸的 其實你出面 在街上都可以買到 其實他進來 當然想買一些 特別的東西 即是那些特別的東西 真的不是很特別 大家深知的東西 就是 在那個氣氛大動之下 你都會 不小心買到一些東西 買吧 不然不買 不然這麼貴 是不是先 是啊 如果我不說Hot Toys 裡面排隊 Hot Toys排隊 就多數人是排 買東西各方面 或者排裡面的 很簡單 其實跟著 我們其他常規的 參展商的常客 好像 天下 有王朝 各村 跟著 這些其實 你看到是 他們那個 譜譜其實 跟三年前 我覺得 他的資料是三年前 不過不要理會 依舊 那些都是 你一進去 其實 你不立即進去 的話 就有排你排 那倒是 例如木棉花 就長期都有排 就算 我自己 禮拜一下 都去採訪過 都很多人排 木棉花 我有時候覺得奇怪 怎麼這麼多人排 木棉花 你要明白就是 有一些產品 其實你看到 今年其實很多 就算是 沒有什麼 Love-like的產品 都有 我應該說 就算那個 攤位裡面 不是太多 Love-like的產品 你都看到 那個宣傳那塊板 其實我起碼看到 三塊 算少的 去年更多 比例上 你真的比例上 今年可能 R-man的紅色規格 算太多了 你覺得不一樣 它連在裡面 真的沒有那麼顯眼 很顯眼的 很大塊 不過也算是 雖然說 很多黨都有買 Ironman 很多那些 Q-8號 但是你說 雙對來說 Hot Toys今年 就不是很大力主打 有 但是主題來說 都是星球大戰 整部星球大戰的機 連黑武士尼那些 都站在那裡 好碰很大部分 挺好看的 而且它是一個 一比一的矮頭 整套suit出來 給你看 是的 另外一邊 就銷售到Terminator 即是阿洛蘇華森尼加 相對來說 Ironman 他相對來說 不是沒有 有的 不過是少一點 另外其他就真的好多了 那些常規的time 我們就不多說了 今年你說 比較吸引到 我的目光 當然是一隻 疑似阿典娜的東西 你弄成華夏動物 在餐廳隔壁 我也是那句 人有相似 你可以說人有相似 我也過去看過 它雞腿那麼大 寫著 那東西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 紫煙 不過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間是香港商商公司 主要來說 如果沒有記錯 它好像跟上海 在上海有些類似遊樂園 其實紫煙來計 在香港未必有太多人知道 但在內地的品牌 都沒有人知道 我覺得它有少少像 初音的紫色頭髮 像墨魚 他有少少像秦陰 我覺得他有少少類似 類似那類 但我拍了幾張照片 裡面有幾個Cossa 就是Cossa紫煙 其實它還有一兩個 我認得不太熟內地市場 但是如果你說這樣 其實內地市場 巨民對紫煙 其實相對來說 都很熟悉 我看回它的宣傳品 它好像說 有個樂園 裡面有多少東西玩的 有些好像射擊 那些東西玩的 有些樂園 有些樂園 類似 類似世界樂園 類似世界樂園 那類 當然 這個 真的用一個文字 整個文字都是那個文字 有精品賣價不便宜 那些精品我看過 我看過 是啊 嚇怕了本人 這些東西 當然 另外 其實我們要說的是 今年的大會舞台 剛才我們看過 他就放在旁邊 因為 對比起來 其實我覺得 你碰碗到嗎 其實那個舞台 開始傾向了 其實縮小了 因為其實 我想這樣說 尤其是 今年 這兩年 有CP 其實上年CP 就沒有什麼特別 今年有CP 跟他攤分了一些活動 還有就是 很多 自己單位 其實都不是很依靠 就是會 叫那個 他請回來的嘉賓 上那邊的舞台 反而是去自己的 攤位那邊的舞台 可能是 社交一下 反而你看到 就是大會舞台 其實你說今年的 很多人都救的 又說越來越多 不知道 都好像跟電玩動物 沒有關係的東西 其實我又想澄清一下 例如他那個跳舞比賽 其實很多年 以前就好像 某蒸流水公司贊助 差不多接近十年前 及後就轉了制 再跳多幾樣東西 因為現在是有Jazz 有Hip Hop 還有Freestyle 那麼 天堂鳥去年都在 那天堂鳥 大家就想再見一回 那天堂鳥 但問題是 你看到類似什麼 那些樂高建築師大賽 那些理想家的巴掌 那些版明就好像 等於有動漫節 看到有當東西賣清潔劑 或拆毛巾 那些 那不是的 連年都有的 例如每年十點鐘 開始 當然有巴雷舞團出來跳舞 我記得我一年 我真的去看過 巴雷舞團 其實他越來 攝了過多小時 其實我沒有所謂 我覺得這些 但你說當然合後 那些 星期天晚上的時間 其實是不是 再請回另一個嘉賓 不應該來做Dance Competition 我這樣說 就是大家每年 對動漫節 動漫節的舞台 的要求 都是 越來越高還是怎樣 不是 都是最後 就是最後那一場 即是七點鐘那場的 Live Show 究竟有些什麼人來的 就是說 前面那些東西 老實說 有的話 好 沒有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他們是預了的 不是 有的話 那我排隊輪進場 我剛才有東西看 沒有 也沒有所謂 低頭打機 不過今年 我要說回 那個舞台 第一 好像雪凌哥說 真的小了 第二 反過來 我覺得外面的通道 很遠 無論是星期日 星期日 雙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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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你說 很開揚的 可能很多人都會聽到 還有音響 你擺位那裡 其實那個聲音都會聽到 你始終 在中間的 你吸引多些人 可能在旁邊走 走 都想去舞台上 看一看 但你放在旁邊的 其實那些人是不會 感受到 突然之間有東西 過去看看 你說的沒錯 我也覺得 今年 大家還要留心一下 因為有時候 有些情況是被公眾進去 坐的 例如 說火鳳 火鳳 拿著那本書相 簽名的 其實有些粉絲 我們也看到 有一個Course 火鳳 其中一個角色 進去 長矛 但入口 雙來講 今年舞台的入口 是很窄 而且很編 剛剛在角落才進去 很多人都傳不到 是可以進去的 不是的 問題是這次的片 平常在中間 其實中間不是問題 問題是中間 左右前後 吵的大動 例如說 角村 我拍攝龍 角村有條龍 你沒有看過那條龍 一定會爆的 但今年把他放在角落後 你看看 裂木師房 有個圍堡圍住的 我進去看不到東西的 隔壁有幾檔 小的東西 又不會有什麼人排 隔壁那幾檔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要看 所以沒有很多人 那你不會看舞台 你沒有說 有多少位可以 讓你站在那裡看 而且有時候 某幾個節目 看下去 後面不是真的 那麼多人 後面一檔都是沒有什麼 不會有人站在那裡 因為之前 你放在角村 隔壁那條龍 你都八十了 那我站在角村 看到你的舞台 好像有很多人在那裡 而且它的音響不是很大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來有節目 那我再說一下裡面的節目 就是我們最合心說的節目 除了Cosplay大賽之外 其實就是Live 我剛才說的 Alice Gina 那些歌手的Live 當然 我個人先聲明 因為時間問題 其實我今年一場都沒有聽到 那我也有聽 我補充一下 星期一 我起初以為沒有人 然後上班時候 三四點 沒有人 但是也不是 反而你不要說 Alice 和Aquila 唱歌的那兩部分 我覺得Alice 的人數 會比較多 我後面站在那裡的人 但Aquila 實在是後面的人數 不是很多 但台下反而又熱烈很多 我看到很多女生 我一看到Aquila 就常常叫 在那裡 但是最多人 我都覺得是Cosplay 那是亞太區的Cosplay 會越來越多人 其實 很多人 我現在真的做起了 尤其他現在可以代表香港出賽 那是會 那不是比賽 那是會 比賽有另外一大 比賽 如果大家看到 其中五天 有些時間是放了Cosplay大賽 還是亞太的Cosplay會 不過再之前我想說回禮拜日 禮拜日真的人多 相對來說 我覺得禮拜日 是較為本土的節目 大家都知道 禮拜日 除了最後一場 有Dance Competition 有天堂鳥 大家最愛的天堂鳥 來唱歌之外 來表演 來做嘉賓之外 但之前都有 例如我們看到 PS那邊 又請了嘉賓 大家都知道禮拜日 請了赤城 南梁赤城 那是誰是Cos南 當然是夏惠伊 你不要這樣聽到殘害的妹妹 不是 那些不是雙胖來的嗎 是的 我想問 PS那位 每年都請了夏惠伊 和魯芬來 我真的不太記得 沒有留意 夏惠伊和魯芬 好像現在變成孖寶 以前是阿如無年 挺好 多關心共產的時事 夏惠伊 大家都知道 夏惠伊是80有4 其實都非常健壯 那我想說一下 他正在推銷 Until Dawn 直到黎明 就是那個遊戲 現在很多遊戲 不是找一些明星 反而是找一些 用詞謹慎 比較特別 你會覺得 找他會覺得是爆的 即是你說 哇 好像以前Game 1 找光你都找出來 這類型的遊戲 其實他們開始現在的遊戲 是為了那個 Gimmick 通常都會找 這一類的藝人 不是 因為你找一個很出名的藝人 但問題 可能玩遊戲的 又不懂你 雜誌是吸引到人 拍照 但在雜誌動漫 玩遊戲的 不會理你 但你吸引到Gimmick的話 論壇宣傳 即是我看論壇不在雜誌 那你就看得到 是吧 3點多 3點多 4點多 當時是PS那邊的 游舞台 誰做主持 就是蔡康年 又說有幾位 model 拍著夏偉依 幾位都穿著 玉袍出場 包括夏偉依 是穿著玉袍 加塔拖出場 當然是玩遊戲 其實大家玩遊戲 大家都知道 其實是想玩一些驚嚇的東西 叫什麼呢 叫夏偉依和幾位model 蒙著眼 因為蔡康年 叫人拿些東西 給你摸一下 你猜一下是什麼 但是我非常不太滿意 為什麽呢 第一 看到上面摸 那些人會叫 悶 其實下面不是極度多人 但我覺得 有時主持 是不是不應該玩太過火 例如給他摸一摸 也沒什麽所謂 給夏偉依摸 那麼夏偉依摸不到折瓜 但是給他一個海綿 他來幾個摸 我覺得就蒙著眼摸 我覺得沒什麽 但是我都覺得很質疑 而且有些不聞 他說 不怕不讓你看 如果不就變成海綿 這些東西 如果當日有看 大家都知道什麽 我就不想再多說 或者說 或者這樣說 其實你說 動漫之 基本上 那個架構 我覺得今年都沒有什麽大的改變 我覺得沒有提升 亦都沒有下降 我覺得 港漫的佔多了 香港的藝人或者漫畫 是佔多了 因為近來港漫 你說多了 這些宣傳活動 但是你說 今年其實 好像說 CP 我們說回來 另一邊就是CP CP那邊其實 第一年固然 是有少少附帶性質的 變成 是 今年其實 你說 是 真的可以稱為 它是和動漫節本身是相互相成座 兩邊都帶動自己的各自的引流 是的 當然 好像去年就說 有九萬多人入場的CP 今年我如果以我目測 檔位是多了 還有多了幾檔 大家可以看到 Air那幾檔 Kisser那幾檔 其實當然有些風波 因為它本身有簽名 生活節先 是的 生活那邊就有這個簽名 其實原來簽名醜 它真的不是很多 而且 因為它本身 事前宣傳的問題 很多人以為 第一天和第二天 是有兩批醜的 原來就是第一天 其實已經沒有了醜 第二天 只是還有少量十多個醜 但是你不要說 除了這幾個大檔 另外還有一檔 就是專門抽日本的 盟系的產品 100元抽一次 另外還有幾個 其他那些 但我當作是香港的代理 那些 不知道 但是裡面我曾經訪問過 但是裡面有日本人 但是有一位 就是香港的翻譯 另外 大家都不太知道 其實有幾位日本人 是來香港 而當日有些 好像同銀檔一樣 是賣自己的寫真集 多了 今年是多了賣生寫真集 包括我們上次 我們訪問奧妮 他們也有在那一部擺 不過不是同一行 另外 大家都沒有想過 當日山本老師 來了香港 山本老師 山本老師 還不停地簽名 但我發覺很多人 都不太知道 那一檔 因為我星期六 我沒有去 星期六 當時 一開始 其實很多人集中了 在其他探 是沒有什麼人 一開始 我覺得那些人 不知道是否留意到 因為本身 山本老師 來到之後 其實他所有本書 都會畫一張草圖 再加上簽名 他畫很多 我看到他不停地畫 還在喝飲料 好像沒有人管 做什麼事 然後我走到他去 聊了很久 山本老師 他也挺好人 山本老師 他也想說回香港的事情 他也很感謝香港的粉絲 然後就開始越來越多人 然後就開始慢慢 起初真的不明白 他在這裡 因為本身 好像普通的一個單位 沒有什麼 好像放了一個大譜 純粹就是一個 好像普通參展的 同仁畫師 那些 所以 那些人可能沒有 不過你看到 我大概走了 兩三個小時之後 其實都賣光了 是啊 當然 你說一百元 抽一次獎 那一檔 當然就難抽一些 因為那些人說 真的實在太貴了 其餘的 你說香港本地檔 到銷程 你說是否很好 有人說不是 聽回來就說 始終它不同 C得 不同RG 多家庭客 所以變成不同 但是呢 今年有幾個特別現象 我開始發現 有東南亞的檔 來香港參展CP 例如泰國 有兩三個畫師 是有參展的 今次 或者這樣說 我覺得其實 CP 其實 它現在那個 就是那個 門鑑位 我覺得其實是 比可能 C得 或者是 Wingbo Gala 其實它是 有一個優勢 因為始終就是 我不說你是大手 你可能你想 親身參展的 其實 以那個人流數來說 其實CP的優勢 一定是 給那兩隻 因為始終 它還有動漫節 那些人一定會流上來 是啊 那其實 反而多了人 會接觸到你 那些東西 其實有利於 你是不是做宣傳也好 你要再重新 就是說 我是新的一個畫師 想讓人認知 我覺得其實 銷程來說 我覺得都會穩定 因為你本身 可能C得 其實在說的是 比較少少內為人 就是說 我是去開那班 就算你說對老手來說 CP的定位 其實你當是 開拓新市場 是啊 其實你說 C得RG的人 其實一定是 CP的幾分一 你不要以為 當然 如果你喜歡出一些 新的character 或者是 在CP是一個 我覺得很好的 當然 在動漫節 我們都看到 德川家康的character 自己character化的 也有 我都覺得 他這些都可以嘗試一下 或者是CP都嘗試一下 因為很大問題 剛才你說是固定人流 尼斯W也好 RG也好 例如今期 可能是流行動畫的本 全部都是這個本 另外這個本 就賣不出的 但在CP又不會有問題 因為CP多加外人 可能他們現在 流行什麼什麼題材 他們可能不一定 會買這個題材 不過有人說 就吵 CP之前 第一屆 有些檔口 就違禁地 賣copycat 可能copy了 別人畫 CD的東西 然後就去印了自己 印廠自己去買 但是 今年相來來說 我覺得 情況好像改善了一些 我覺得你很難導致 因為這些本身是個人 參展商的問題 但當然你說 我剛才再說 補充主 為什麼CP的 人流是會好 因為本身動漫節的簽名會 是移了上來 變相就是什麼 動漫節下面那些人 我要拿簽名 我必然會上來CP 其實是一個 你說兩邊的人流帶動 是有利了CP的 這方面 我覺得 有人說是塞了很多 星期日那天 真的塞得很緊 逼得很緊 因為我記得去年 我CP有擺檔 CP的人流 最後那天是沒有那麼厲害 最後一星期日那天 是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今次 星期日到很晚都很歸勢 當然 小弟就有幸見到 黃玉郎簽名 黃玉郎先生 在CP上面簽名 但我要說 CP舞台和CP簽名會 撞聲音的情況 很嚴重 是 始終那個台 應該是兩個台 在同一個水平位 就是這樣說 我覺得這個位 其實你不要突然爭 因為本身就是 CP就是還CP 動漫節就是還動漫節 兩邊其實只不過是什麼呢 今年他把他的東西放下來 好處的就是 剛才我所說 你帶動到人流上來 壞處的就是 你如果 可能是CP那邊的一些 唱歌跳舞的時候 那旁邊如果是 可能是說 訪問 訪問 那些事情 都不要說 大家一起都是表演的 那就大禍了 其實就是 大家是不斷在撞聲 而且就是 相距距離太短了 那些相距離實在是 沒有的 如果你們兩個 定牌說好 上年 對著 互相對舞打對台 更差 我終於想說 因為去年 舞台是 打橫 入打橫 今天是向直的 但是我最覺得 最撞聲的是什麼時候呢 周杰玲 做暗策教室的 那個 就是叫做 show 很大聲 但是隔壁就最慘了 記住誰呢 記住是重江博士 他在說漫話 大家也知道 重江博士連續兩天 就說了接近三個小時 關於他寫過 這場博士的第一集 第一頁 用什麼心情編排 或者說一下 海賊王的第一篇 有一些人 坐在那裡聽 和問這個 撞著馬話 但是那邊 有時候在說 又在做show 就變成兩面的傷 打得很厲害 反而如果他在下年的話 我寧願他不如打對角 即是怎樣 一個在左上角 一個在右下角 是的 這樣我覺得 你起碼 都是會撞的 這是看過場的大小問題 但是 至少就是 你不會吃得這麼認 簽名可能在入口的 右下角 你去看舞台 可以去左邊 最深的左上角 可能這樣 中間你拆多一些 中間一棟位 都會隔多一些音 但是當然 你說今年CP賣氣 是怎樣 我真的想說 這樣的編排 是行的 沒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很行的 但我覺得 今年的人流 物質質了 所以要看東西 就不太容易 加上聲音 你說很大就不是 還是搭聲 就很常見 那些聲音 好像香港有兩檔大的 大家都知道 風龍火山和黑豬白豬 其實今年是打橫了 兩檔 很奇怪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他們之後有訪問 其實黑豬白豬就是星期六 這個風龍火山就是星期日 其實他們本身兩天 而且他們本身大檔 他和CP那邊 其實有一個舞台的活動 所以其實他編排在近舞台那裡 我覺得是情有可原的 那個位其實是 而且他們本身都有 都預料他們會有一個隊列 其實在排隊那方面 反而你不會令到其他檔 那裡阻礙其他檔 的運作 因為現在排的位置就是 你中央Yuri 你可以排八場 你風龍火山排 當是兜圈排 你排到舞台那邊 就可以散人了 也不用迫在後面前 後面的行李都會是 而且 因為本身就是 尤其是大手那些 通常說可能是 頭一個兩個小時 其實那些東西已經賣光了 買最多或者是新的 新書那些 其實已經清晨了 其實 變相有一個好處就是什麼 然後就是街客那些 其實就算舞台多人 也不會太影響到那兩邊 其實差不多了 不過舞台又是否很多人 又未說去到今年 去壓住了 當然 這個本身 你說 視乎究竟請了什麼嘉賓 其實你說 CP今年傾向了 請一些製作人 多於一些 一些聲優 或者是一些偶像 偶像 去年是這個Green Monster 我沒有記錯 那麼去年就少了一點 那就真是會 你說可能是一些 可能喜歡那套作品 或者喜歡那個製作人 或者那個作家也好 或者漫畫家 他們的一些 想聽一下他們 怎樣去創作他們的作品 其實這方面 一向這些人 都是比 我來想聽一下歌 見一下偶像 那些是少的 例如 除了崇江博治 其實也有空位 附近 例如 及後的屁屁 其實是 他那個人是畫貓的 即是畫貓的 私人作家家 這個畫家 他來香港今年 有他的結他歌 他那裡也是 即時唱歌 彈琴 他有這些 有點像危虛那種感覺 簽名會那邊 間歇性人多 就不是長期都這麼多人 整體上 我覺得今年 無論是CP 或者動漫節 兩邊 都一定有些 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了 我覺得其實 但是 你説個案 就是 我覺得那些 很不愉快的事件 是很個人性 即是 即不是大會問題 即不是大會搞亂了 我覺得你説 今年的大會 其實我 兩邊 都覺得 我已經收貨了 其實 即是 那件事是什麽事 即是草草都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的CP有個漢板娘 有個logo 其實就是阿摩卡畫 即是風凌火山畫 然後 有一些入場人士 找一些marker 去畫一些 較為灰色的字眼 一些標記 畫完之後 臨戲就再黏了 結果 據聞 最後畫師 自己找東西黏了 就算了 大家都知道 這件事 亦都大家 都瘋狂地罵 又那個人 有片 網上也有片 那個人說 這樣 結果有傳那個人 上網 道歉謝罪 說自己可能太興奮 你哪方的興奮 興奮 當然是自己 自己拿來 被人罵 做這些事 加上 坦白說 去上去的人 不是十八歲樓上 而且不是真的可以 被你這樣做 十八歲樓上 老實說 不單止是那個人 那個人叫做什麼 他只是畫公仔 畫得比較出場 你看整個版裏 整個版裏 有很多二人巨子 有 根本上 不是單單那個人的問題 那個人只不過是 那個人只是 做得太陽 而成為了標靶 他被人拍了一張影片 他就不能說 其實我覺得 大哥 那堆這樣的日文字 老實說 你不要打算寫日文字 有些人就不知道才可以 你跟著就 扮演說 沒有人知道 這些 沒有人離開這個場合的人 你叫做什麼呢 你真是可以騙到 就是純粹 上來在動漫節那邊的街上 他們真的可能不在意 老實說 日文真的不是說 那麼多人一定認識 輕可能認識 但是啟字未必一定認識 啟字 老實說 你不是學過 基本上你都不會認識 我覺得這些 可面則面 尤其是我不明白 為何興奮 他要這樣做 另外那些 你說那些 匯方編排 我覺得其實沒有錯 而且由CP 大家都發現 今年對於版權的 匯方其實重視了很多 他的巡邏 也多了很多 他也監測了很多 即是無論CP也好 下面動漫節也好 大家都知道 沒有很多精品檔 上面CP也沒有什麼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是好了 少了一些 去年我們經常見到 一些不知哪裡來的貨品 但其實 我有一件事情 我也想講一講 在講一些 CP的故事之前 交代的問題 老實說 這是我個人經歷 個人感受 當我去首屋 我買了一盒模型 接著他問我 你自己有沒有個袋 他就說 沒有 接著他說 收毛錢 老實說 我不是很介意 那個毛錢 他就說 你堅持我 兩手拼拼 什麼都沒有 那時候還是很空 你還問我 那盒東西還很大 我上網 我是買了一部古鐵 男人的浪漫 古鐵巨人 不是古鐵 然後 尤其是現在 你說這一種情況 其實很多人說 買東西 你都遇到不到自己買什麼 就算是 買東西 老實說 大件 我哪有可能有個 所謂環保袋 擺脫了 那盒這樣的微波爐 多大袋 我買了盒之盒 先不用買盒 你說這件也好 嘩 CP不是有當一百元抽獎嗎 嘩 那些精品 如果你抽得很大 你這樣逃手拿出去 你都幾是 我覺得 那個位置 我不是說 我這個位置已經不是說 環保不環保的問題 我上説政府 那些五毫 五毫 只要說 他是不是規定 一定要是 客戶自己給 是啊 最少五毫 不是一定五毫 其實我覺得那個位置 是很尷尬的 我覺得現在 我去這些會場 其實不單止這一次 他們進入 不會主動給袋 有些人是不主動問 然後 他進手給一盒 然後 人們就會說 沒有袋 這件事 已經多人說了 不過另一件事 開始有人出來說 就是抽獎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近年CP也好 那些動漫紙 有些動漫紙 很多都開始 例如有些風機 就出來 飄飄飄紙 或者你去抽一張 給幾十元抽一張 有些什麼贈品 或者有些餃豬 或者那些 有些餃豬 那些 越來越多 大家都知道 這些是好賺的 火金遊戲 你放東西在那裡賣 那些東西便宜一點 是沒有人買的 來就來 陸牧財也有教你 看木金珠 你轉多一次 近期有人說 這些東西是不是犯法 因為有入場 有時候說 那天CP聽見 有些家長帶小孩上去 我經常聽見一句話 這些東西都是不適合小孩看的 我經常說 我聽過不下數單 而我聽見有些家長說 有抽獎 那麼多抽獎 有人開始說 不是很適合小孩 但是為什麼呢 開始有人想想 會不會跟賭博條例有相衝呢 因為其實搞抽了 大家都知道 例如百貨公司也好 什麼公司也好 都可能要有競賽牌照號碼 那些東西 有人說 這些東西會不會有抵觸 那些東西可能有些人 現在開始在說 那就不知道 雖然這些東西 可能在小規模 還是見有人在網上說 要CP找法律國人問 其實我們盡量提 我們提一下 我覺得這些就有關當局處理 我覺得 對一個 入場 如果有一個入場的人來講 其實這些沒什麼所謂 我多一點的話 就更加好 法律的問題就另外處理 只要不是發生不愉快事件 我覺得就 隻眼睛一隻眼閉 有些東西可以找到 就是說今年這樣完 當然你說 CP高齡 下一年都會繼續 跟東萬節在一起 應該是 因為它已經有預先報名了 你會看到有時間位 你說其他的 其他檔 現在看下去就暫時 今年你說 因為確立了 雙互雙成這個系統 看下去 沒那麼浪費 上次也試行 試行 沒有問題 今年應該是正式的 應該是正式的 應該也上了軌道 而且看下去 雖然CP 那些人未必說 純粹是上來想看舞台 但是 那些人都覺得 多了一個東西看 我覺得那些人 就算不要說加不加獎 都覺得抵抵抵抵了 老實說 張飛35元的話 這件事我一向都看 老實說 我一向都嫌貴 我表明了 我一向都覺得 共犯節張飛是很貴的 那35元 你至少有兩件事看的話 心理上你都好一點 最重要是CPU要請一些 動漫節可能就是請一些明星的畫星過來 但CPU要請一些製造人過來 可以平衡這幾年的市場 我們可以看製造人的資料 雖然街外客人未必明白 但街外客人發覺有些問題 其實他們可能都不太知道 CPU的同仁是甚麼 我聽到一些當口的朋友說 格價 格價就引緊 第二件事就問 你的東西不是送的嗎 第二件事有些人就這樣說 有些年輕人乘機拿東西 但第四件事就說 早知不在下面買 上面都可以買的 原來我發現有些家長 不太知道Creative Friars 同仁不是只有漫畫 正常的 你不可能 你不可以 他們知道 我們發現 當他們看到一些角色的毛巾 CD 或是Cosplay的寫真集 他們不是很接受到 發現家長也很佳 不出奇 他們好像說 這樣都可以拍的 我經常聽到有人說 這樣都可以拍的嗎 很奇怪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不奇怪 我沒有明白 為何這些家人 香港都開了動漫節這麼多年 不是 動漫節不是賣唐東西的 這個應該問問CW是怎樣 多年之後 香港很多市民都不知道 甚麼是同仁 我沒有明白 對 現在你CPA出來 有些正常人去看看 知道甚麼同仁 你接觸了這件事 你在日本 在台灣 其實都會知道 是甚麼 香港 這麼多年 真的這麼多年 那些人完全沒有 沒有 你不要期望這件事 這件事 我覺得 你去到2046 這件事都會繼續發生 不一定 你CPA搞完之後 有很多家人進去 他們至少一般人會知道這件事 他們是那一刻知道 然後下年他們就會忘記了 希望不停地去做宣傳 CPA也是一個好的渠道宣傳 不要說教育 慢慢滲透出來 讓人知道 其實同仁是甚麼 同仁不是只有畫本 不只是畫漫畫 其實有很多表演 其實是一個很大眾 而且是一個很多元化的 我希望大家要留心 這次CPA有一個很搞笑的產品 我想大家知道 CPA有一條街 是做戰棋街的 但你有沒有留心過呢? 我看到 那些人很努力在解釋 是的 有一位 我覺得很深藏不露 那位說 是來自北京的博士 他出了一個棋 是非常難玩的 好像是像棋 但上面的字 不是居馬炮士像竹 就是圓圈 交叉 打三角形 他很努力去解釋 我看到他拿了很多自己的證書 去解釋一下棋 是怎樣發明 但很多人都不明白 包括我看了三個字 聽到他也不太明白 但他說好像很深厚 還是可以懂得人生的道理 你直接找兩個人對膽 就明白了 你也沒有意思 因為我們要十字 有不同的東西給大家看 戰棋也有 其實我覺得今年差不多了 當然你說之前的應該還有CP 在動漫志之前的話 我們就說 他今年確立了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下年再做得好一點 我不會說好一點 應該擴大需求 或者請回來的人 其實我覺得已經足夠了 是啊 不過我想補充多一點 大家給了一兩分鐘時間 就是Cosplay區 今年有人罵Cosplay區 在3樓的CP的旁邊 那些人說 為何去完Cosplay區之後 買完公眾票之後 要買個票 但是有人說 那裡免費進去 你可以自己標進去 不用買票 你自己公眾進去 但是那些人就說 你們都不清楚 經常都不知道 買完出來就買不回 這幾時 我記得我當日星期進去 有大會的職業 說出去了就不能回來 出去了不會回來 永遠回來 小弟都問了一兩次 他說真的不能回來 我記得有人站在那裡 我不知道星期五 星期五 星期六沒有 星期一都有 星期一都有那個區 不過自己走上去就可以了 不用排隊 自己走上去就可以了 但有人說 Cosplay區很容易運用 當然有些傳聞 為何要出去了 為何會被公眾區和場地租任 有關系 大家可以留心 第二件事 我想說Cosplay 今年下面的Cosplay區真的很窄 因為很多排隊位 太窄了 所以上去三層也好 但我還有一件事想說 今年舞台有個星期一 亞太追Cosplay嘉年華 聘請了很多人來 包括著名的五目Aquila 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Cosmario 那位女生 其實來到香港 她之前也上去CP 還有歐洲提督 Orion 大家都很熟 也說回她在日本公司的小宣傳 當天也有上去 不過沒有Cos提督 但她的人 大家和她聊天 挺nice 我和她聊了十幾十分鐘 她也不太喜歡用日文聊 她也很喜歡用英文聊 她也盡量用英文和大家對答 另外 我講的話 當然有台灣、新加坡、上海、廣州的Cos 當然有台灣、新加坡、上海、廣州的Cos 我覺得是很用心的 本地角色 有一幕是最好的 一幕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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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下廉還有這個 大家一定要再去再去看 香港那隊 香港那隊 我不是說外地那隊沒有心思 外地那隊可能有時候 不能運過來 他們運來香港 飛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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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遲些 香港那隊真的很用心 而且整個拍攝影片 剛剛好 是很有職業的Quality 是很無縫連接的 整個是很好看的 整個Love Night的表演 和歌之王之歌的表演 很不錯 我覺得如果大家下年有這個時間 絕對有 絕對有 絕對用心思去看 我覺得 這次是非常好看的 難怪這麼多人在圍觀 有少許失敗了 星期一 大家如果是 就可惜一點 他搬星期六天好嗎 我想問 對 因為通常你知道 最多人會錄日 但你八星期一做什麼呢 沒有很多人會請假的 真的 不是一些 core的粉絲 其實很難 會為一個 未知的節目 即這個未知 究竟會不會有 精彩表演的節目 會去賭 有些人 因為我們 放了那麼多年 那天當然是請半天加 大佬 是的 我們今天的分享 就到這裡 期待下年可以做得更好 好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